话说就在印度人掉进俄罗斯人挖的大坑的同一年 印度议会就财大其出了批准了另外一个工程 叫蓝天卫士航母计划 然后呢就开始了漫长的PPT写作的工作 最后直到06年 印度人就宣布 说我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航母开工了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印度国产航母的国际合作部分 舰行参考的是意大利的加福尔号航母 设计法国人做的 飞机和指挥系统 毛子给做的 舱石 意大利给设计的 动力系统 美国人给做的 雷达 英国人搞的 防空系统 以色列干的 钢板都是从俄罗斯直接运过来的 那么印度提供了什么呢 我估计也就是人吧 最好玩的不是这些船的技术细节 下水的时候太逗逼了 09年开工之后 印度航母就吹嘘 11年之前我就要下水啊 结果到了2011年 印度航母真下水了 我们一看 什么情况啊 船体就干了不到三分之一啊 喂 船手没有 就连中间模块也都不全 动力系统啥都没有 基本上属于一个半成品的空壳 印度海军副司令 你还有脸说 这是下水 那你开着船跑两圈 让我看看呗 走两步 没病走两步 然后呢 印度的海军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悄悄的出来放在码头几天 没有什么太大的仪式 结果呢 印度媒体嗨过了头 满世界的宣传 有图有真相啊 敢不敢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这个图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其实呢 大家在想 这到底幕后有什么黑幕 其实呢 就是科勤造船长 这帮人呢 带着印度海军的领导 演的这出戏 我估计是要赌印度政府的嘴 谁让他当年夸下海口 说11年之前下水呢 顺便呢 给科勤造船长 好不容易接到的大迷船项目 给摊个地方 实在是太可悲了 给国家造军舰 居然不如干民船生意来的划算 不过呢 这个造了一半的玩意儿呢 在外头停了小半年 就回来接着往下坐了 到了2013年的8月 维克兰特号老兄第二次下水 印度媒体又非常激动 宣布12月是历史性的一天 但是这次下水呢 也还不错 能够看得见船体和滑跃甲板了 不过等一下 箭倒谁给吃了 升降机呢 我为什么看不见 舱室中间还空了一堆东西呢 中间甲板开了一个大洞 你准备往里头倒可口可乐吗 鞋脚甲板还没装呢 印度科金造船长 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就叫惊喜吗 你给我解释 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这新航母下水之后呢 要再次入屋 要装推进系统 甲板和武器系统 等一下 你的船两次下水的时候 可都没有动力呀 那说明舰体从最上面到底层 都是空壳呀 里头光秃秃的 什么也没有 你这就敢叫建造完成 你这离造完还早上呢 我应该该到的 你这就会发生了 那我说我已经不信任了 我说你这会是什么 他是在那里的 在那里的 我说我这就像我那样的 这就像我那样的 我看你这帅子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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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